好 我们看第25个单元 比例比书一章到第5节 我们还是先慢读一次 然后再快读一次 epithecoinonia humon as tok euangelion 第二行 aportes protes hymerus acry to nu 好 我再用正常的速度来念 epithecoinonia humon astoyangelion aportes protes hymerus acry to nu ap 后面它可以接好几种格 我们看郭教授的 在第34课 我们前面是讲到第10课有介绍 介细词 可是到第34课就有更详细的说明 那api它是可以后面取三种格 它可以接直接授格所有格 也可以接间接授格 不过它这边的意思列举的并不够多 最好的话你是买一本字典 或者像卖总出版社的摩文斯的文法在第11课这个单字 它也有介绍 ap 那它也有介绍我们这边所会用到的一个用法 我们可以或者我们可以看新外所提供的这个字典 ap这个字 它这边就一个很简单的意义的 只列出一条 可是你这1909你按下去 你会看到它其实有好多种用法 不过它这边并没有 因为它并不是要给学习希腊文的人看的 所以它也是一个很粗略的 就是它没有 虽然列了很多可能性的用法 可是它并没有告诉我们说哪些用法 是要在后面什么格才会出现 不过我们这边是 我们这边的ap后面接着是间接授格 如果你去看卖总出版社的刚说第11课 它会告诉我们在间接授格的话 它有一个用法是 表示行动或者状况情况产生的基础 英文可以说on the basis of 根据或者说因为 所以在这边我们再看下一个 koinonia 这个字可能应该是有时候 即使我们没有学过希腊文 有时候听别人讲到也会常提到这个字 我们说团契交通就是这个字 好所以 epikononia 就是因为 那你 如果你有点忘记 你去看前面 前面说了什么呢 是 总是 always 每一次为你们每个人祷告的时候 都是欢欢喜喜的 metaharas 每一次为你们祷告都是metaharas 然后呢做这样的祷告 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所以保罗他也知道 他的读者看到这句话并不寻常 他马上就提出一个他 的理由 一个基础 就是 因为 所以你可以说他是在什么什么的上面 你可以这样子想 他既然是在什么什么上面 那就是 以什么什么为他的基础 所以他的基础是什么呢 他是站在这个koinonia的上面 才会有刚刚上一节所描述的这个现象 所以他的基础是koinonia 许梦 你们的团契 或者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相融合 那同样的 这个相融合也有一个动词的含义 所以这个你们的 到底是主持性的所有格 还是受制性的所有格 意思是 这个团契 这个相融合 是这个羽梦 是你们所发动的 还是 有另外有人发动 你们是被包含在里面 你们是这个团契的对象 不过既然是团契的可能 已经要融合了 也许就不必那么分你 你或者是我 或者是 分是谁发动的 谁是接受的 已经都合在一起了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 保罗他认为 这个基础就是 是你们的参与 你们相融合 你们的投入 然后呢 Eistoyangelion Aistoyangelion Aist是另外一个记起词 Aist这个记起词 他通常 直取直接授格 这个是郭教授的基本教材 34课里面列表出来的 所以A一直进入 或者你可以再看前面 我们这个第10课 有介绍布丁词 最后有一个图表 你看这个图表 A是从一个地方进入到另外一个地方 而且进入到里面去 所以你可以想成是 A到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动作的目标 如果你这样想的话 A在有形的空间里面 它是实质的进入 有一个目标 那么在这个抽象的概念上面 它就是以什么什么为目标 以什么什么为导向 所以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同工 你们的投入 是以 总是要有一个方向 那是以福音为方向 以福音为导向的 同工 团契融入 所以保罗为什么会想到腓立比教会 就是那么的喜乐呢 因为他们是 叫这边的中文的翻译 参与了福音的分享 所以我们中文 是把它翻译成 是把它翻译成 一同心旺福音 如果你和本 你很熟悉的话 这个也许你都可以背得出来了 为你们祈求 尝试欢欢喜 这些祈求 因为 这个因为就是翻译 从头一天 直到如今 那么 从一天直到如今 你们是同心和一笔 心旺福音 所以严格来说 这个心旺是 希腊文本身 并没有那么直接的一个字 这个是和本翻译的时候 所加上去的 好 那 这个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这是 这是我们下面 这个 这一行 所以 Apple Apple 就是另外这题词 是 从什么什么地方出来 As是进去 那么Apple 是出来 当然这个出来 跟进去 也有讲究的 As是进到里面去 那如果跟As 对应的 从里面出来 那是Eck 可是如果说 我是 不是到里面去 只是到它的边缘 到门口 到的边界 就停住了 那是Plus 那么跟它对应的是Apple 所以从 那个头一天 那么这个从头一天 但也许不必那么严格说 这个头一天 没有包含在里面 是包含在外面 是第二天才开始 也许不需要这么 就是不需要那么精进一脚 保罗也许也并没有想要讲得那么准确 所以就是从头一天开始 从Protees 第一 Hemera 天 所以从第一天 而这个Apple 后面要是跟着所有歌 Apple 你们接所有歌 所以你刚刚看这个表 如果你常常看 你真的记得很熟 那你再看这些经文 当然就更清楚了 可是反过来 你也可以借着多读经 来熟悉这个表 你每次看到一个 这样子的句子 你不太有把握 你就回来翻一翻这个图表 这样子 九二九十你也会更熟悉它 好 所以从 Apple Protest Hemera 从第一天 Achari To noon Achari 你也可以说它是一个介习词 它是直到 有点像英文的Until 从什么开始 起点 那Achari 是终点 To noon Achari 后面也是接所有歌 那这个Noon呢 它是一个副词 可是事实上 常常前面接的一个贯词 就好像它是一个名词一样 从第一天 直到 现在 好 这个是一章五节的内容 好 我们现在再看一章六节 我先 逐字的慢读 Papoi sauce Au to Tu to 第二章 Hoti Ho En Arxamenos En Gymin Ergon Agathon Epitelece 第三章 Achari Hemeras 好 它这边有两个 我用括号标识 我先念第一组 耶稣 Kris Tu 第二组 Kris Tu 耶 Su 好 我现在用比较正常的速度来念一遍 Papoi sauce Au to Tu to Hoti Ho En Arxamenos En Crimine Ergon Agathon Epitelece Achari Hemeras 耶稣 Kris Tu 或者是Kris Tu 耶稣 好 我现在介绍这个为跟这个连是什么意思 我们看下面这一栏 达到最下面 它有 一个 本Parsing的经文资料取自拜占庭 拜占庭 Tax 拜占庭 经文 这个byztst.com 这个网站里面的 Wesco and Hort Wesco and Hort 是两位学者 所以前面的这个为 这个为就是指这个 Wesco and Hort 这个为斯克特获 这个为 为斯特 就是Wesco 好 所以 这个Wesco and Hort 它是一百多年前的学者 所以他们所做的希腊文经文 到今天已经没有版权了 所以 我们用的经文 用它的经文 是没有版权问题的 所以星王爱用了它 可是呢 因为它是一百多年前 现在有更新的经文 所以 其实你不只是看星王爱的网站 你看很多 这个美国 北美的网站 他们也都是用这个做法 就是 因为如果你放了这个 现代的联合圣经公会 或者是德国圣经公会 这个NA 这是德国圣经公会 他们所做的比较新的 这个希腊文经文 或者是UBS 联合圣经公会所做的 这个都是 他们花很大的心血 所以当然他们也 有他们的智慧财产权 那么 可是他们可以 他们可以接受的是 用比较旧的 这个经文 然后呢 然后把他们 两者之间的差异 用一个对比的方式呈现出来 那么这个是联合圣经公会 或者是德国圣经公会 他们能够 能够允许的 所以这等于说 多了一道手续 让我们还是可以知道 现在最新的经文 鉴别的知识 他们给我们做的判断 所以黄颜色是这个 德国圣经公会的 Nasso Allend 这也是另外两位学者 所以用N跟A来代表 这个N跟A的27版 NA27版的相议的地方 variant 就是他们不同的地方 然后他们 心外做了转换之后 再把这个NA27版 转换成UBS4 就是联合圣经公会的第四版 所以经过这些手续之后 现在联合圣经公会呈现的是 联 就是UBS4 联合圣经公会 所以简单的说 在Westco and Horde 他们手边 他们所处理的这个操本 他们所采用的 他们的判断是 认为各种操本 有些操本这边写的是 耶稣Christou 有些操本用的是 Christou耶稣 那么Westco and Horde 他们的判断是认为 耶稣Christou 比较是最早 最原始的 最正确的 这个Christou耶稣 是后来的文字 抄写的时候产生的 这个产生的差异 好 这个是Westco and Horde 他们的判断 可是到了现在呢 联合圣经公会的判断 刚好反过来 他们认为 Christou耶稣 才是最原始的写法 那耶稣Christou 是后来的 当然 你现在看 觉得这两个 有什么差别吗 耶稣基督跟基督耶稣 我们一般大概会 大概不太容易看出 他对我们的解释 对经文的了解 会有什么太大的差异 我当然对于 研究经文鉴别的人来说 那他们至少 尽他们的责任 在他们的纲位上 他们需要做这个判断 至于 他们做了判断之后 对于经文的解释 或者翻译 有没有怎么样 明显的不同 那就是 另外一些人要去 研究的题目了 好 所以 这个第六节 经文部分 我们也稍微做一点解释 然后我们现在再来看 它实际上每一个字 逐字的了解 看第一个字 Pepoethos 它的原型 字典形式是Pathos 一个动词 简单的意思是 确信 或者说说服别人 所以被动的时候是被说服 所以就是相信 深深的相信 确信 那Pathos 它 现在这边出现的Pathos Pathos 是它的第二完成式 这个是新王爱做的分析 告诉我们 那什么叫做第二完成式呢 我们再复习一下 这个 沃教授的课本 所以完成式 它 一般的概念就是 跟英文的现在完成式 你可以说 你可以先借用这个观念 那事实上我们 之前也提过 在希腊文的时态 其实严格来说 不一定是代表时间了 所以有一个 aspect的观点 就是有另外一种新的 看法来解释 这些字尾变化 代表着实质上的含义 可是我们 在中文的翻译 我们还是 暂时我们还想不出 其他的翻译方式 我们还是都沿用过去的 看起来好像是跟时间有关 关的这个名称 所以叫现在完成式 那么 现在完成式 第一个它会有所谓的重复号 所以 LEO 它会变成 LELU 然后呢 如果是分子的话变成 LELU COUS 所以至少你可以先看出 这边也一样 PASEL 它前面有多了一个PET 所以PETPOINT 这个PET 就是多出来的重复 所以PETPOINT 如果说这是一个第一完成式 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 所谓第一的单纯过去就是 它有SAR 这个特征 如果是第二单纯过去呢 括号过去呢 它就没有那个SIGMA了 只有R 没有那个SIGMA不见了 所以同样的道理 第一完成式 都是有这个CAH 所以是CAUSE 分词是有CAUSE 如果你不要看分词 你看一般的 那么就是LELU CAH LELU CAH是LELU CAH 这个是它的 不是分词 就是主要的 是现在 不是现在 就是这个主动的直说 所以它有一个 重复号LELU CAH 就是它多出来 这是它的特征 可是那现在是第二完成式 所以 就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它的差别就是没有这个CAH 所以 在郭教授的课本26 课的第四段 它有一些动词的现代完成式 语尾不是这个CAH CAH 而是没有 没有这个CAH 的词尾 那么这样子的话 没有CAH 就称它为第二完成式 所以大概记得这个观念就好了 所以这边当然讲的是 这个动词 直说而不是分词 可是对分词来说也适用的 其实它这边就看到有一个 PESO 因为这个在圣经词里面常常出现 我深信 这个是 书信里面常常看到的字 所以它这边也有 它的字语变化都列出来 PESO 好 所以如果你想要更多了解 更多熟悉 更多复习的话 可以到这边26课 第四段来看 好 可是 另外一点 也许你会觉得奇怪的是 那么这边明明写的被动的时候 意思才是深信 那为什么 那这边看起来是主动啊 为什么也是 可是翻译的时候还是说我深深的相信呢 好 那事实上这个你查字典 那你就会看到 它在完成式的时候 那么它 虽然是主动 它还是有这种深深相信的意思 好 那不过 这些都是比较细的 我们初学者 其实看到完成式可能都 因为不是很常见 所以文法上面 文法书都不现在讲得很 很详细 所以我们现在实际读经 刚好碰到这个例子 所以多讲一些 好 看下一个字 这个PESO 它后面应该就要接一个SOUX了 相信 一定有相信一件事情嘛 那可是现在相信的是什么呢 AUTO TUTO 好 这个需要一些解释了 这个AUTO 我们先放一边 先不看 这个TUTO 它的字典形式是HUTO 它是一个指示代名词 好 所以我们 之前讲文法都讲得很快 所以我们现在 是一个在复习的好时候了 好 我们看指示代名词 就是这个 那个 就是英文的this 或者that 好 所以我们 这个是比较 它的 变化 跟这个罐词 出入比较大 所以我们 之前虽然说罐词 如果记得很熟 我们在记其他的都会很方便 可是 这个HUTO 是就 稍微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我们还是要经常的来 回来复习 这个看这个表 变化表 HUTO 这是阳性 HAUTE 阴性 TUTO 中性 它有一个特征就是 它 要么就是没有有气号 就是 要么就是 有气号 它并没有无气号 所以它只要有气号的状况呢 它都是用 它都是用有气号 它这个TUTO 因为它开头第一个字母 是指音 所以它就不需要这个气号了 如果开头是母音的话呢 它都是用有气号 所以 HUTO HAUTE 这个是 大概 它一个很 很大的特征 好 可是这个是只有 这个 This 才适用的 到了ZET 呢 就不适用了 ZET 这个 它这边都是用无气号 不是用有气号 ZET是 ECHANOS 这个是HUTOS 我们刚刚这个 菲律比书一章六节 出现的是HUTOS 所以我们现在就 就不用太 一口气吞太多了 我们就先只看兔头吧 所以兔头 它的HUTOS是 阳性单数 主格 那兔头呢 是中性 中性 单数 那到底是主格还是兽格呢 我们前面有提过 中性有一个 中性名字 这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的主格跟直夜兽格 长得都一样 这是放逐四海阶准的 不管是第几格辨识 或者是 代名词 形容词 它都是这样子 你看这边 ECHANOS 它也是 单数的 主格跟直夜兽格是一样 到了负数也同样 负数跟单数不一样 可是负数本身来说 ECHANOS 也变成ECHANOS TAUTA也变成TAUTA 所以 我相信 但这边是没有 虽然没有直接说我这分词 可是 从上海文 上海文来看 应该知道 还是保罗他在说 他生性 那 生性一件事情 HUTOS 这件事 BELIEVING THIS 那后面 再有一个HOTI 就是在说明 到底这件事是什么事 可是呢 这边还出现一个AUTAU AUTAU原来 它这边写形容词 这个线索就不是很不够多了 你可能需要 本来就要对这个有点熟悉 我们再来看 所以我们刚刚看这个目录 你看这个 只是代名词 即第三人称代名词 刚刚这个AUTAU 是第三人称的代名词 所以你我他这个他 我们这边 还是只是形容词 好 我们现在看到 是人称代名词了 AUT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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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要这边人称代名词的时候 他这个就 是无气号 不是有气号 所以你看到 AUTAU 你就要知道 他是 这个只是代名词 这个那个 应该说只有这个 不是那个 可是如果他是 无气号 AUTAU 那么他就是人称代名词 他 这个有点像 所以 我们可能要 常常来读 才慢慢 让你自己要 一边读一边要 有意识的把它去做区分 那你慢慢就会 跟他越来越熟悉了 可是这个第三人称的 这个代名词呢 人称代名词呢 又有一些特殊的用法 这边说了 他是做一个强意代名词 就是所谓的 有强调意义的 加强语气的 表示他自己 或者他本身 如果是男的他 女的他 或者忠心的他 他本身 他自己 就是说 意思说不是别的 就是他 所以 HOANTHROPOS AUTAUS 就是那个人本身 本人 不是他的 亲戚 不是他的好朋友 不是他的代理人 就是他自己 所以我们会 亲自 就这边这个例子 JESUS 耶稣 AUTAUS EDIDAS KEM AUTAUS 这个AUTAUS 就是真正的 他们 这个是耶兽哥 如果没有这个AUTAUS 的话 JESUS EDAS KEMAUTAUS 耶稣 教导他们 实际上的一个AUTAUS 那 并不是说耶稣他 事实上这边 如果你不是 不是第三人称 不是一个 一般的 这个人 是 你跟我 这边还是用AUTAUS 所以他这边 这个AUTAUS 已经 失去了第三人称的 这个含义了 他就是一个强 强调的代名词 耶稣 本人 耶稣 亲自 教导 不是用他的门徒 比如说我们在约翰 福音有提到说 有很多人 到耶稣这边来施洗 他后面就说 不是耶稣自己施洗 乃是门徒在为他们 那些人施洗 好 那就不是耶稣本人了 可是这边是 耶稣自己 耶稣本人在教导他们 耶稣亲自教导他们 好 那到这边呢 到这个菲利比书 就是 TAPOA SAUS AUTAUS TUTO 保路就在强调 我深深地相信这件事 好 那后面再说 HOTI 开始的这个 在说明到底这件事是什么事 可是加了一个AUTAUS 就是说 我深深相信 不相信别的 就是相信这件事 强调它是很突出的 意思就是 我前面会每次 想到你们都那么喜乐 总一定是有原因的 而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不是别的 就是 后面这件事 什么事呢 HOTI HOTI是一个 像英文的 that一样 I know that I saw I see that I saw that 后面接一个名词词句 就是代表这个 动词 到底它 这个动作的授词 如果是一个 一件事情 好像说 我相信一件事 我看到一件事 那就是用HOTI 在希腊文 好 什么事呢 HOTI HOTI EN ARXAMENOS EN HUMIN ERGON ARCATHON EPITELESE 好 这个句子有点长 一个月来看 HOTI EN ARXAMENOS 先看单子 EN ARCHOMI 这个字是EN 加上一个ARCHOMI 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的 所以通常我们说 如果你看到一个希腊文 那通常它应该是 一个音节 尽量应该让它 是有子音的话 那子音开头 不要让它母音开头 所以如果你没有特 这边算是一个 另外一个例子 算是一个例外了 或者有另外的规则来约束 否则若一般情况 那么你应该是念 anarhomai 可是呢 问题它现在是一个组合字 所以它是an加上arhomai 你看这个字1728 你点下去 它是原字1722 1722是an 然后呢 这个756是arhomai 这个arhomai 是它的观声形式 所以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 就变成了anarhomai 所以它的发音 就要保持它原来个别的成分 所以是念anarhomai 那么anarhomai到这个地方 现在变成anarhomai 所以它已经变成一个观声形了 这个menos我们之前有看过 它是一个观声或者被动的滋味 在分词里面 好 那我们现在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再去找 郭教授的这个分词 它的观声或者是被动 它的智慧变化 好 它的意思是开始 那么 惯词加上一个分词 通常分词 后面它应该是一个形容词的功用 它后面还可以再加一个人 或者加一个什么东西 可是如果什么都没有加 ho enarhomai 那就是做这个动作的人 做这个动作的那一位 什么动作呢 开始 就是做这个开始的动作的那一位 这个人呢 那一位呢 他要怎么样 我们再往下看 所以后 enarhomai 那个开始 开始什么呢 enhumane 在你们里面开始 这个humane 是sue 的 这个复数 你们 而且还是间接受格 humane humane 是直接受格 humane 是主格 humane 是这个受格 好 我们借着 多读 也可以帮助我们去记忆 或者你也可以用视觉 这边有一个异样音符 好像一座桥一样 你可以这样子联想吧 就是 一个桥 所以 它像是一个中间的媒介 所以 是间接的 你过着这个桥 然后再到另外一端去 所以 是间接的 间接受格 好 那 enhumane 在你们里面开始 开始什么呢 开始 ergon 工作 我们energy 如果你学物理的话 大概有 是不是印象 这个 公有一个单位叫 耳格 ergon 就是从这个希腊文来的 它是公 工作 那么 它的 它本身是中性 所以它的 主格跟直接受格是同一个形状 所以ergon 那么 它同样的 它的形容词 agathon 好的 agathos 它的中性的形容词 就是agathon 所以好的工作 那么 整个来说 好 我们 就看这个 这边的经文吧 相信什么呢 hoti 相信 ho enaxamenos 那个开始的 那一位 开始什么呢 那个开始 好的工作 我们合本翻译 善功 那开始善功的那一位 怎么开始呢 在你们里面 那位在你们里面 开始善功的那一位 好 那么 后面再一个 epitelese 它的 原来的形状是epitelio teleo是完成 epi是一个接续词 所以合在一起 更有 可能就是有一点 更强调的意味吧 所以是完成 那么epitelese 它是未来诗 所以未来诗跟现在诗 差别 其实就是多一个sigma 好 因为它是缩略动词 所以 这个 这边还是有一些 值得注意的 如果你真的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看缩略动词的 现在 未来诗 的 这位变化 好 那我这边就 不花时间了 所以 这句话整个来说 保罗 他深信的什么事呢 那件事情就是 那 在你们里面 开始善功的那一位 然后 他必 因为epitelese 这 实际上人称单数 他将要完成 完成什么呢 那就是这个工作 只是他省略了 必完成这工作 那我们在 合本 就是必成全这功 那其实这个这功 原来说应该要再打点 因为原文是没有的 然后呢 后面这一段 achri 我们之前已经 碰过了 apportachri 所以achri是直到 achrihemeras 直到日子 直到什么日子呢 耶稣Christus 耶稣基督的日子 或者是基督耶稣的日子 好 这是一章六节 好 那我们之前说 我们 那一章三到六节 全部都讲完之后 我们再来看他的 这个图夕 好 我们现在就来复习一下 Yoharis to 我感谢 theo 上帝 这个目 to seo目 感谢我的上帝 epipeneia 然后呢 在 每一 在我想念的时候 去梦 想念你们的时候 或者是你们想念我的时候 那么 passe te passe 每一次 在所有的 我想念你们 或者你们想念我的时候呢 我只要想到你们 但我们合本是这样翻译的 看起来好像也比较通顺 可是如果你翻译成 你理解成 你们想念我 也有另外一些原因 让人觉得也是有可能 当然也不排除保罗也许 他就是用一个巧妙的安排 他有点双关语 这两个都是他的意思 所以他就用文法上的双关语 就是文法上面两个都可以 都可以解释的通 他就全部都 就是 他并不是只用一个 他也许两个意思都有 这也是有可能的 好 保罗说 我感 我每一次想到你们的时候呢 我都感谢 我的神 然后呢 而且呢 我祷告 我做这个祈求的时候 也就是我祈求的时候呢 我总是 总是非常欢喜 带着喜乐 然后呢 在每一个祈求 好 所以这边祈求出现两次 其实可能就之前重复了啦 其实意思是应该 照着意思讲同一个字嘛 意思也是一样的 所以 也许保罗就有点 就是 想到这边 可是他想要讲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前面讲了之后 后面又讲了一次 所以 我每一次的祈求 然后呢 带着欢乐 带着欢乐 做这样子的祈求 而且是呢 为着你们每一个人 而且是在任何时候 应该说 任何时候是 Pontote 在 为 每一个 你们为你们的祈求 而且是为你们每一个人的祈求 而且是任何时候 你真的用这个比较直直直的翻译的话 那就是 这个分词 是一种可能是在讲原因 一种可能是在讲 就是伴随着感谢 我感谢的时候呢 就是会附带这个动作 但你也可以说 是原因 为什么会感谢呢 因为 我每一次做这样祈求的时候 我都是可以 不像我面对哥林多教会的时候 我就没有办法这样子了 可是 面对 比利比教会 每一次 任何时候 做每一个祷告 为你们每一个人 做每一个祷告 任何时候 好 我都是带着欢乐的 好 这边呢 这边第五节开始 EPICOINONIA 好 这边就 你可以说 它是一层一层的来解释 我感谢神 为什么感谢呢 因为我每次祷告的时候 我简单的说 就是我每次祷告的时候 都是很欢乐的 所以我感谢神 那为什么能够每次祷告都欢乐呢 好 原因是EPICOINONIA 这基础是什么呢 COINONIA EMON 你们的参与 你们的团契 你们的共同 共同融合 ASEYONGELION 在以福音为导向的融合 相交 团契 就是 以福音为目的 那 其实这个就比我们说 兴旺福音 感觉上 含义可以更广一些了 好 所以 在因为 你们对于在 以福音为目标的 这样子的 我们彼此的 成为好朋友 成为一个伙伴 成为一个同工 这个COINONIA 就是不分你我 这个这支也是很丰富的含义 因为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一件事 所以呢 我就一直欢乐 而这样的事情呢 是 APPOLE HEMERAS PROTES 在每一 在一开始 第一天 ACRI TUNO 直到 现在 都是这样 你们没有 半途而废 你们没有 这个 三天 三天打 一天 晒 从第一天 一直到现在 你们都是 与我 是在 同 在这个 完全的契合 完全的投合 完全的成为一体 而且是以 福音为导向 以福音为目标 的前提之下 好 我们有这样子的 契合的关系 所有可以 昏幻细细 好 然后第四节 然后呢 对不起 不是第六节 然后呢 PAPOLE SAUSE 我深信 这个时候的深信 就 同样是分词 那分词 其实 可以有 各种不同的 这个 理解方式 可能是 只是伴随着 这个动作 有可能是带来 原因 或者是结果 那我们看上下文 好 那这边 其实也可以 喊含混的说 同时呢 我为什么可以 那么 Metakaras呢 为什么那么 带着欢乐呢 好 我的基础是这个 可除了讲 这个基础之外呢 保罗又讲了 一件事情就是 好 也许是结果 这边可以把它想成是 用结果来翻译 所以结果呢 是我深信 深信什么事情呢 深信一件事情 但你要这边说结果 你可以说原因 这也可以 这个总而言之 我们是为了要做文法的分析 解释 所以我们 就是我们把它分成很多可能性 可是实际上我们真的在讲的时候 其实可能内容并不像我们 不像一个机械式的 要做那么严格的区分 所以 我深信一件事情 就是这件事 因为我深信这件事情 所以 有我前面讲的这些现象发生 或者是 前面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呢 促使我深深相信一件事 而且不是别的事 什么事呢 那一位在你们中间 在你们里面 开始这个工作的 他将完成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所以 一方面 为什么他们可以 从第一天一直到现在 都毫不间断呢 那么 保罗说 因为我也深信 这个开始这个工作的 必已完成这个工作 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所以保罗一方面是在 讲到人的这一面的表现 那他要感谢 可是另外一方面 他马上就 更深入的看出 这个其实背后 是因为神在工作 所以人才会有这样的表现 好 所以一章 可以说 三到六节 我们 整个是一个很大的结构 那到这边告一段落 到第七 第七节开始有Kathos 那有另外一些可以在谈的 那如果你有兴趣 你可以看这个新汉语译本 他这边 他其实有更多的注解 解释他们这样子的翻译 背后的希腊文是怎么理解的 比如说在这个第四节的末了 我总是怀着喜乐的心情祈祷 那么他说我们是把第五节直接连到第四节 而不是第三节 但是因为有些人把第四节呢 看成是一个插入句 就是第三节 讲完应该讲第五节 第四节呢 是一个补充说明的插入句 有人是这样子的看法 可是呢 新汉语圣经他们不是这样子的看法 所以他在这个第四节的末了 有一个逗号 你加了一个逗号 那就表示说它是正文的一部分 所以四到五节呢 他认为这个保罗正好是把一个感谢神的原因表达出来 好 所以这是新汉语圣经的一个理解 而且到了第六节呢 他这边又有一个注解 他有一个 他说而且 而且事实上是加上去的 我们在希腊文里面 并没有这个而且 第六节一开始 就是perpoisos 可是他加了一个而且的目的是什么呢 那就是 他说 他认为这个perpoisos 这个分词是代表原因的分词 那他认为应该连到第三节的Uharis told 所以为什么可以感谢呢 所以他认为这边感谢有好几个理由 前面说了一个理由 到第六节又说了另外一个理由 所以他用一个而且来表示 他跟前面是有关联的 所以这个是新汉语圣经 他们有很多这样子的注解 让我们可以更知道 这些翻译的背后 根据的希腊文是怎么样的理解 怎么样画这个结构图的 怎么去分析它的 所以新汉语圣经 我觉得对于我们要 用希腊文来读经的人来说 它是一个更好的参考 有很多种生意识对于